農民 就是说你养成习惯就好了 也不是说真的是叫你写的很困难 写论文还是写什么散文 没有那么严重 只是做一个登录 方便你以后的这种管理 像我们比较中高龄的 我们都一般还是在 习惯用手写的方式 将近收割的时候 我们在整个汇整到 生产履历表的布置上面去 我们在收割以前 我们一定要把那种 产销履历交给文会的推广谷 推广谷一定会在 阅览一下 看我们使用了什么样的资材 什么样的农药 它这个详详细细的记录起来 让消费者能够 很安心的食用到 很健康的一个食材 我们要从前期的部分 先做宣导跟教育的方式 主要我们的目的就是 要教导农民 适合喷洒 农肥料的时机跟用量 做一个教育的动作 以便做到友善管理的流程 是透过我们这些栽培记录 农药什么时候喷洒 肥料什么时候喷洒 喷洒的范围 喷洒的用量 我们都请他们直接登录到记录表上面 直接由我们这边做一个书面审核 我们出去的商品就是 就是以这些有纪录的农民 先做优先的动作 我们成功地说服了乖乖 这么一个大型的企业 让消费者真正的去了解说 你吃的东西到底从哪里来的 让消费者能够更安心地去选择这样的个事 因为我们知道传统的毛病道都是用炸的 那因为炸的大家觉得说 这个含流量会比较高 所以我们就想说 如果用烤的可以改善的话 那可以提升 这个所谓的米制食品 成为现代化的休闲食品 平常我们就可以使用 所以我们就积极地去研发 回到宜蘭 也要跟我们当地的农民做一些辅助 所以我们在想说 如果我们宜蘭当地的农民 到座有产销利利 那毛米辣跟我们米花松 一起来导入 这个所谓的产销利利 让生产的东西 不但是复合所谓的当地食材 那让消费者可以安心地 从生产端到铸造端 整个流程都能够让消费者 感受到我们对于食安的这个 把关尽心 让他们知道我们这样子的心意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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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